好 今天我們又來到車主Chit Check的大比拼了 今天我們給甚麼呢 七人SUV 可否代替MPV呢 這裡有九部車 我們看看大家每一個編輯怎樣看法 每一種車都有自己的個性和用途 因為我本身也是駕駛MPV的 所以我覺得MPV對於一個家庭 或者是平日常用車來說 是比較適合一些和好用一些的 裡面的空間感和駕駛的時候 在公路上駕駛各方面的駕駛感覺 其實MPV是比較舒適的 所以我就選擇MPV 我就選擇SUV SUV始終我覺得設計上比較高身 和年輕人喜歡一些型的東西 我覺得現在如果要我選擇SUV和MPV 那麼SUV的設計是怎樣都會比MPV好 無論是外形或者駕駛感 其實都是和MPV有很大分別 所以我覺得是取代不了的 對於我來說 其實你擁有一部車不單是你自己的 還有其餘坐你的車的人 如果家裏是多老人家或者小朋友的 一定是MPV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電燙門 SUV暫時沒有電燙門 SUV有一個非常好的好處 就是它可以走一些崎嶇不平的路 小朋友大了 當然是SUV和他們去交遊更加方便 但是你給我選擇 我也是會選SUV的 因為SUV駕駛起來 就沒有那麼像一個司機 那我代表有錢人發聲 其中一部車 很多有錢人都需要有的 就是一部豪華MPV 他們是需要一個 坐得好像家裡那麼舒服的 皇帝位的MPV 自己出入去買菜 去喝茶 當然是坐MPV最舒服最寬敞 又可以下電視機出來看 TV的現場直播 暫時我們現在的七人SUV 多豪華都好 乘坐舒適方面 豪華得不到現在的豪華MPV 不過SUV始終是主流 有錢人 當MPV只是公務上 或者舒適上的東西 要威風的 駕駛H7出來就好像很威風 而且七座位之中 它後排算是很舒適 很豪華的 無敵天窗 竟然後座有個漂亮天窗 又可以充電 又充電 又有三驅冷氣 又是德國豪華車 坐得開心 駕駛也開開心 所以 各有所好 各有所強 直接開始 中間 然後 3 2 4 3 4 4 3 我為這個差不多去到我30歲 踏入人生交叉點的人發聲 可能又不知道何時結婚 又不小心生了兩個兒子 但可能還未需要用到MPV 你給我選擇我都會選擇一部SUV7座位 中產的我會選擇Discovery 我選擇會選MPV 這裡有這麼多部MPV 我比較喜歡就是Odys 因為它每樣東西的表現都很平均 而且在香港駕駛 九成多的機會都是走平路的 而SUV的越野功能 其實我們用到的機會很少 所以我都會選擇Odys 我選擇新學這個X7 因為我喜歡最新款的東西 這部車又夠大 駕駛起來其實都不錯 挺有好馬的感覺 而且真的是七人豪華 你有錢嘛 是啊 夠豪華 有氣勢又新設計 我會選擇這個 我自己都是選擇有氣勢的東西 就是Land Rover Discovery 我覺得我都挺喜歡的 因為它本身是越野模式 可以很高的 沒有人比較小 所以喜歡駕駛大車 設計也很帥氣 所以我會選擇那一架 我會選擇 我們來吧 我們來吧 我們來吧